你听过清朝公主用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讲话吗 真不敢相信这是一段来自于1930年的真实影像 而且地点还是在美国纽约 而此时站在讲台上的就是清朝的德林公主 当时她是用着一口流利的英文为世界和平发出的真情演讲 而此时的德林公主已经44岁了 只见她脚踏花盆点鞋 身穿黄色旗袍 头戴华丽装饰 手上还拿着一束鲜花 七一太更是展现出了只有公主才独有的端庄优雅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位清朝公主的精彩演讲 您诸位好啊 我想您诸位不懂中国话 所以我现在要说英国话 听完之后你是否也被震撼到了 真的很难想象在一百多年前清朝公主的英文水平就已经如此出色了 甚至让我们这些一百年后的现代人都自愧不如 而且德林公主不仅才智过人才华横溢 更怀有满腔的爱国情怀 尽管在慈禧的封建统治下 她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爱国计划 虽然此时的她身在异国他乡 但始终关注着祖国的抗战事业 更是为前线筹集了很多物资和医疗补给 可见她始终都保持着那颗赤城的爱国之心 让我们一起来铭记这位既有才华又爱国的清朝德林公主 让爱国之心永远弘扬下去